三星堆的挖掘工作真的应该停止吗 这个问题最近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挖出来的东西已经彻底颠覆了 我们对华夏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认知 最近三星堆的科研人员使用了X光技术 对一个硅背型网格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硅背型网格竟然有焊结构的痕迹 这意味着早在4000多年前 三星堆人就已经掌握了焊接技术 并且还用这项技术来焊接青铜器 这项技术的发现 对于我们华夏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颠覆性的 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 在上世纪90年代 日本就曾试图制作一件与青铜神术完全一样的模型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原因就在于铜的冷却速度太快了 导致铜水还没流到纹理处就已经凝固了 但是在科学家对三星堆青铜器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含有磷 可以加速铜水的流动并延缓凝固时间 更令人惊叹的是 零元素是在17世纪才被德国科学家布朗特发现的 那么4000多年前的三星堆鲜明 又是如何提取零元素的呢 此外 三星堆还触吐了一件神似方向盘的器物 还有一把神秘的金杖 黄金面具等等 还有许多奇形怪异的物品 这让我们不禁地怀疑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 才会制造出如此多奇形怪状的物品 这些发现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三星堆 是否应该继续挖下去的讨论 由于继续挖掘 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更加重大的发现 这对于华夏乃至整个世界文明来说 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继续挖掘的过程中 我们将有机会 解开更多关于华夏文明的神秘面纱 重新解读并修正我们对华夏历史的认知 让我们对华夏历史和文化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